你看吧 回来马上见到 昨天融资增加的幅度可大了 集中加贵买 如果加起来 可是超过了30亿 因此接下来请上来 好想问这个问题 因为突然间的融资 就是借钱买股票 集中市场大股中小股 大家都抢进去了 请问融资大增的标的 融资大增的股票 我如何去判断 它是强还是弱呢 好的 其实融资增加 不代表一定坏事情 但是要配合其他的 第一个 如果它融资增加的话 重点是 法人有没有跟着一起买 法人要买嘛 而且既然融资 代表短线是强势股 五日线一定要站上去 周线要守住 对对 这是第一个条件 法人买守五日线 第二个呢 既然融资增加 代表说题材各方面 大家抢进来 你今天的高点 一定要过昨天的高嘛 你都过不去昨天的高 这融资代表人 造筹码给这些融资 请问一下哦 这个是前天 这是昨天 如果昨天融资增加 而且高点有过 那就意味着融资增加 是个往上的推力 对没错 就是这样判断嘛 我看棒子会说话 再来第三个 第三个来看 如果说是法人卖 破了月线 融资又增加的话 这种股票就不要碰 哦那我懂了 法人卖 一个月的平均成本性 又破掉 那等于法人把股票 卖给你借钱买股票的融资 所以从大户手中的标的 这个股票筹码 转到了散户手上 难怪筹码就不稳了 对不稳了 而且还破月线 这更弱了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 算好股 如果是这样的话算坏股 对没错 好股在哪里 我想从昨天融资增加的股票里面来挑 第一个凯美被动元件了 它首五日线研判点 这个高点也有过 然后但是短线上操作 它正乖离稍微大一点 不要追 不追高 第二档呢 类比IC的冒打 外资最近在买 也首五日线 符合这条件 高点也有过 高点都有过 那五日线不破 会短线续续偏多 那基态的部分是营建股 一样外资买首五日线 高点也有过 前高14.85 是一个关键 如果过去的话 就可以续工了 太好了 针对这个两个条件 融资昨天大增的 三档好股票 赶快看一下 凯美来 我想五日线线在这里 有没有正乖离离 今天有连拉两天了 对不对 有点大 这个长期的线线 刚过完 他可能会稍微 回来测一下 刚刚的条件一 来我们再带 这个法人是买的 来 法人买 给我切一个栏位 是法人好不好 这个投信部分 好 第一个条件 是法人买 第二个条件 昨天融资增加的这一天 有过前一天的高点 代表资增是助力 所以条件二 条件三 是这个 五日线 五日线游手 三大条件都吻合 所以这个融资增加 就是个买盘推升力道 对所以今天继续涨 那就周线游手 多战续报 对 没错 太好 冒达 冒达的部分 可以看到 一样五日均线在这边 有没有站上去 有吧 条件一 昨天的高点 也比前天改的高 条件二 第二个法人来看的话 看外资 外资最近都站在买方 所以它是外资买的 对虽然没有买的很连续性 但是还是站在买方 可是买多卖少 对没错 所以五日宣线不要跌破的话 应该有机会再挑战前高 再来基态 基态的部分 最近是外资在买 第一个 所以条件一 条件二 五日线在这边 高点有没有过 当然有过 差那么长了 你看条件三 昨天资增高点过前一天 三大条件 因此如果手上股票 融资增比较多 就透过这三个点 仔细去检查 如果都吻合 就是好股票强股 但是如果是这个条件 就是差的要论 对对对 像连茂 这个铜箔基板 最近投薪都在卖超 但是呢 它底型 长期的底型是确立的 那LED的异光部分 之前前几天 也就是元宇宙的概念 对不对 但是外资都涨上去 外资在卖嘛 但是它回补了多方的缺口 要先观望 OK 两党表弟赶快来看一下 连茂 连茂它整理很久没有错 但是昨天融资增加 今天就下来了 融资来一下 我们成交量放成融资 融资大增 结果今天股价就下来了 对不对 因为融资增加攻不上去 虽然有过高 但是呢 月薪的部分有站稳 没有说 但上面压力很大 反压重 对对 而且没有法人 尤其是法人的部分 投信 最近都在卖 投信法人是在卖的 所以就有压力攻不上去 所以法人卖 第二个均线太多盖在头上了 第二党呢 逸光 逸光 这个多方缺口补掉了 对不对 融资增加那么多 你看一下外资 看外资 涨上去 原宇宙的题材 外资在到货 对 所以股价当然涨不上去 对对对 所以短线上来看到月薪在这里 不要跌破 万一跌破的话压力更大 轻掉之后 我觉得逸光可以当范本 融资大增 你的股票是偏弱的 是差的 一 法人在卖 连续卖 第二个 融资增加的 昨天的这一天 就算盘中高点有过 但收盘哦 是收在这哦 收盘跟低点全跌破了 比前一天来的弱 所以融资呢 是往下打的扣分 就这样 对 没错 好 接着谢谢您 请回座 这个融资增加 你要去判断 强股弱股 确实要花点做功课 这个努力一下了 不过呢 Samsung也真的很努力 这么一努力呢 想要PK我们台积电呢 明哲请上来 Samsung台积电 就在美国正面对决 有人讲说 三星快要赢台积电了 有可能吗 机会其实不大 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一次三星 去美国设厂的一些资讯 首先在这个比较的一个状况 我们可以看到台积电的美国厂 是设在亚利桑那的一个凤凰城 那三星呢 这一次还是选在德州的泰勒市 那跟上一次的第一个厂 第一个厂是在奥斯汀 但是整体还是维持在德州这个区域 那投入的金额呢 台积电会投入120亿美元 然后呢 三星的一个部分 它会投入170亿美元 更多 对更多 因为它的这个技术层次更高 那量产的时间 目前谈到的时间是这个台积电是2024年 那三星传出来的时间是在2024年年底 那技术台积电的美国厂 它是以这个5奈米为主 那三星则是传出会做这个3奈米的一个厂房 所以Samsung的3奈米这么高阶制程 放在美国 没有错 我们的3奈米放在台湾哦 所以难怪要花更多钱 好来继续了 优势呢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一下 就是说他们选在这两个地点 如果对于台积电来讲 优势是有聚落的效应 因为亚利桑那 它其实是一个科技的重镇 包括Intel 它也在那边去做摄查 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你聚落效应 当然你跟客户就比较好沟通 那除此之外呢 当地的政府说要花2.5亿美元帮 2.05亿美元帮台积电做基础的建设 那对于这个三星来讲 它是跟第一座的一个厂区 距离比较近 因为我们刚刚谈到 它第一座厂在奥斯丁 它两个城市的距离 大概只有30公里 那基本上你就可以去 互相可以去做合作 对没有错 那另外这个当地政府 也会给它一些税务的一个优惠 那劣势呢 对那劣势的一个部分 则是人财短缺 因为你聚落效应嘛 所以你就必须要跟当地的大厂 去抢那个高阶的一个人才 尤其之前那个不是有工程师 跑来台湾说 台积电好像没有 太辛苦了 对 所以这个部分当然要看说 有没有能够找到足够的人才 那对于这个三星的一个劣势来讲 当然它是比较先进的制程 所以它成本会比较高 那另外客户群的掌握 这个其实过去一直都是 相较于台积电是三星的一个弱项 好 这边的聚落效应所指就是呢 在亚利桑那州的凤凰城 那边很多的 包括美国台湾国际的办理大厂 集中在这 没错 所以上中下游比较好合作了 但人才就会用抢了 可是您刚刚有讲 这张太重要了 我们再进入到第二张 您说因为我们台积电弹何容易 可是它明明是三奈米 我倒是有点怕 所以 对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说 其实我们可以比较这两家公司的三奈米 你就知道说 为什么会讲不太容易 我们的三奈米跟它的三奈米 我们台积电用的三奈米的技术是 就是这个骑士场效应电晶体 那就是大家画面当中看到的这个东西 我记得曲博应该在这个节目当中谈过 那简单来说就是这个所谓的长度 就是决定它是几奈米的一个东西 但因为摩尔效率的关系 所以你越往这个先进的制程去做发展 你最终都还是要走到这个GIA这样的一个格局 但是现阶段台积电 它先用比较成熟的FinFit 那这个好处在哪里呢 就是IC设计公司 如果我已经通过认证了 我可以延续原本认证过的一个IP 它不用再花时间去申请这个有关GIA模式 这样的一个IP 对那对于三星来讲 因为这个其实 这个不是一个新的说法 因为这个技术已经出来很多 那它一直都维持在实验室的阶段 为什么 因为它的难度非常高 所以对于客户来讲 它会有一个问题就是 他们愿不愿意去冒险试彩 那这会是 能不能够接到客户的一个关键 对对对 因为对于客户来讲 它其实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我现在如果说 我去三星的三奈米下单 那万一它的良率拉不上来 我这时候我要回头找台积电 你要重新排队 没错 对所以这个部分会造成客户 他会不会想说 我要不要去拼拼看 因此这个是良率 我想会成为一个比较主要的关键 但又进入到两奈米之后 当然都还是往GAA发展 因为这个是摩尔定律的关系 不过整体来讲 它之前的5奈米都没有做很好 这个时候直接要弯道超车 我觉得难度上面比较高 如果就技术层级来看 GAA是强过了FinFed 没错 可是难度还有技术呢 其实要更艰深 你要去累积啦 就是说你不要急着 一下就跳到这个GAA 台积电现在用GAA了吗 目前在有 它有开发一些专利 但是还没有 OKOK 这个是容易成功 没错 这个要做成功呢 难度是比较高的 难度比较高 所以良率是关键 再来 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说如果以过往先进制程的 这个初期的良率来看的话 台电初期大概都可以到 百分之六十到百分之七十 那三星的一个状况 只有百分之三十到百分之四十 所以我们才会说 他要在这个美国厂 要做一个非常成功的话 良率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 你看你如果良率 就要明哲说的好 良率如果偏低 晶片放在其他人的手机上 后来真的发烫可以煎蛋 你才把晶片的单子交给台积电来 制造代工 重新排队 好结论来 所以这个部分 其实我觉得影响不大 而且明年整体半导体产业 应该还是不错的一年 我们市场现在目前是预估说 明年的晶圆代工年成长率 可以来到百分之十三点三 设备的年成长率 可以来到百分之五 那细晶圆的年成长率 可以来到百分之六点四 大家不要觉得低 因为今年都是高度的成长 今年是高级期 对高级期 然后明年再成长 哇那可厉害 今年高级期 明年再成长个一%就算多了 没有错 所以你看从最上游的细晶圆 然后你要买设备制造代工 第二个制造代工的台积电 连电 世界 利基电等等 所以这三个产业 2022还会夯下去 没有错 好这个指标股扫描一下 好首先我们来看台积电的一个 股价的一个表现 台积电 凡轩 合金来开始 好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台积电 当然最近其实股价有点回档 不过600块钱 它是一个整数大关 我们就稍微观察一下 600块的整数关卡 能不能够守住 如果可以守住的话 整理之后 其实都还是有攻击的机会 但是今天外资投信是同卖的 凡轩 好凡轩的一个股价 这个时候 它之前有一个多方的一个跳空缺口 那回测它是没有封闭这个多方缺口 所以后续我们就观察 只要缺口能够持续守稳的话 其实都还是强势的一个格局 好再来凡轩之后 合金 对 合金的一个股价 事实上这两天都是用跳空的方式 所以这个位置的跳空缺口 它也是后续观察的重点 只要缺口没有补 都还是属于强势的格局 你看合金比较偏强 细晶圆 所以多方缺口75块钱 坚守住就优了 今天6182是外资投信 同买超 第一名 但是前面包括了台积电 还有看到这个樊轩 就像我刚刚第一段问建成的 非半如果修正压力 这两档外资今天都还在卖 对 多少有提款的压力 对 然后明哲讲得真好 谢谢您请回座 感谢明哲 要不是他讲 我们还有点点怕怕的 三星呛虾 呛很大 所以弯道超车 第二页看到那个技术 说想要做GAA 有那么容易吗 进广告回到现场之后 说要把台湾给挡住 有那么容易吗 美国在明年要推印太经济架构 就像刚刚李纯老师说的 美国上来在印太 在亚洲地区只在乎的 是在军事啦 外交啦 现在不 focus焦点在经济咯 台湾当然是一个重要一环 我们台湾的机会跟优势 还有未来商机 让李老师告诉大家